今天什么日子呀 怎么你们都在啊 好 苏珊珊 生 破委员让我通知你 明天打扫为生 实爱打扫是打扫 小珊珊 生 物作业一会儿借我一下呗 苏珊珊 申 其实能不能帮我写一篇演讲稿 惊喜 苏珊珊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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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贺 可 倝你 ster 好 快乐 赶 Bod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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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希望你永远有个灿烂的梦 谢谢你 我现在可以打开吗 你还记得《魔法师》里 哈利的第一个生日吗 记得 我觉得我比他幸运多了 谢谢你们 肉麻 快起来 等一下 蓝天爷 我生日礼物呢 没有 你是不是给藏起来了 说没有就没有 那就用这个好了 这怎么能算呢 很甜的 很甜的 糖纸也很可爱的 好了 我们吃蛋糕吧 我们会不会被抓住啊 你要再获记 就真被抓住了 看什么看啊 不敢跳啊 你让开 我跳给你看 快点儿 一会儿之后老师来了 等一下 我还没做好准备 笨死了 我还没做 caso 谢谢 你东西掉出来了 什么呀 跟你没关系 江泽 拉我一把 反正都已经翘课了 那我们等一下看完电影 去试夜宵吧 我知道有一架红烧肉 超级好吃 你不是刚才才吃了蛋糕吗 再说陶雅婷不吃红烧肉的 你笑什么 你不是本来就不吃吗 你们在说什么小秘密啊 不是要去吃宵夜吗 好啊 去哪儿 买吃的 这是您点的请你掏餐 谢谢 同学 请问您要点什么 我要三份可乐 三份爆米花 还要一份情侣套餐 什么 情侣套餐 情侣套餐 好的 稍等 天爷 你先排队 我过去一下 他不是说他不吃吗 你要管他干吗 买什么呢 没什么 就可乐和爆米花 我帮你 同学 这是你点的三份爆米花 三份可乐和一份情侣套餐 一共三十二 情侣套餐 什么情侣套餐啊 三份爆米花 三份可乐 和一份情侣套餐 不是啊 我才刚来还没点呢 你们买完没啊 情侣套餐不是你刚点的吗 你点情侣套餐 没有没有 我前面那个人点的 他搞错了 同学 你的情侣套餐 还要不要啊 要 不要 你不是说 你没点吗 其实我是给你们两个点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 吃情侣套餐特别合适 苏灿灿 不好意思 校长 你们谁跟我说一下 晚自习不上课 跑出去看电影 是谁出了主意啊 都哑巴了 看来你们 也没把我这个校长 放在眼里啊 我找你们班主任去 校长 今天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们 是什么呀 逃课看电影 这是严重违反 校计校规的事 这都不懂吗 校长 今晚的一切都是我策划的 进来 周琳老师 有什么事情 校长 听说 他们看电影 被您抓了 是啊 都在这呢 是这样的 看电影这个活动 是我布置给他们的作业 谢谢 哈利波特这个电影的 音乐制作水平 称得上是国际前列 我想着 等他们看完 我们讨论一下 做一期音乐专题 周琳老师 你布置的作业 就是逃课看电影 校长 这件事情 是我考虑不周 您不要错怪他们 我让你办这个广播站的初衷 也就是 为了提高我们学校的素质教育嘛 现在倒好 把这个广播站 搞到电影院去了 再怎么下去啊 我看 这个广播站 就不该留了嘛 校长 您不要怪周老师 今天是我生日 大家是为了给我庆祝生日 才会去电影院的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要罚就罚我一个人 请不要关闭广播站 说成的 校长 这件事跟周老师无关 我们愿意受罚 校长 请不要关闭广播站 我们愿意受罚 校长 好消息 咱们广播站啊 被教局评为了素质教育的典型 别的学校 都要过来参观呢 你来得真不是时候 还不快出去 这个 广播站嘛 广播站嘛 就要发挥广播站的作用 不要整天搞那些 花里胡哨的东西 听见没有 是 还有苏灿灿 在 听你们周琳老师说 你会写歌词啊 是 你刚才不是说 一人做事一人当吗 我现在就给你个机会 你 就给我把这个校哥的歌词 拿出来 歌词通过了 今晚的事 既往不就 歌词没通过 你们这个广播站 就等着被解散吧 放心吧 校长 我肯定拿下歌词 怎么都笑起来了 有那么开心吗 这事还没完呢 五千个字的检查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是 还不赶快谢谢校长 谢谢校长 好 都回去休息吧 你们先回去吧 我还有点事情要跟校长说 校长再见 老师再见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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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ng 我 你会接着这个厅 damn 亲postどう谁一下子 宅 reported 宅宅 宅宅婆 你为什么辞职啊 是因为我们吗 老师要回北京这件事情 没有提前跟大家说 是老师的错 但是这次 确实是我自己主动辞职 我收到北京一家乐团的邀请 过去做指导老师 什么乐团 《北京的星球》 《星辰艾乐》交响乐团 交响乐团啊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周老师 周老师 恭喜你了 恭喜你了 周老师 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我们舍不得你 是啊 老师 可不可以不走啊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不过 如果你们能争取考到北京来 我会在那儿等你们 北京 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呢 老师 北京是不是很多明星 在那儿开演唱会 没为力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的演唱会 追星也未必不好 偶像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也是催人上进奋发的强心剂 英文单词 贡献 有两种含义 一个是礼物 一个是天赋 大家身上的音乐天赋 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所以 老师希望大家 不要辜负自己的天赋 更不要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 老师 我记住了 苏三子 钟老师的鼓励 只是客气一下 你对你自己的评价 还是要客观一点 彼此 彼此 自打过 不过 我个人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广播站是我们大家 共同的心血 不要因为我的离开 就放弃 这样太可惜了 放心吧 周老师 灿灿 为了广播站 歌词你一定能拿下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快回去上课吧 我会在北京等你们 周老师 说好的可不许食言了 不会 老师再见 再见 我问你 我不会在乎 你会怎么回家 来 快把你怎么回家 妈 我想要回家 我吃那个 我吃这个 我吃那个 白天 我吃那个 我喝多喝 这 ا甩员 我喝酒 你喝酒 你喝酒 什么给你呢 这台CD 陪我度过了很多个夜晚 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它能陪着你 也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 简单快乐的生活 怎么了 你嫌它又旧 款式又老吗 谢了 老师 我会去北京找你的 我也会在北京等你们 我先走了 我有广播站 我一定会加油的 听不懂就知道我怎么干 来 老婆 报告 灿灿 进来 怎么样 歌词写完了 不如神秘 老师 你有没有觉得我的词写得特别青春 特别感动 然而一看啊 就想回到自己的青葱岁月 老师 你知道品卦吗 我就想做成他那样的 然而一听啊 就想回到过去 幼稚 你哪里幼稚了 老师 你看我这个词 离伤 多么高级 多么华丽啊 我都被自己的文学素养感动 离伤 你看哪首歌用过这词 所以啊 这叫独创性 老师 你应该紧跟潮流的 你刚才说品贯是吧 那咱说说品贯的歌 什么时候用过像你这么华丽 这么高级的词 哪有一首歌像你写的这样 全部都是在堆砌空洞的词枣 我哪能跟品贯比啊 品贯就是从这儿出去的 真的 我总觉得偶像生来就是偶像 都没有想过他们曾经也是学生 也有过自己的青春 没有人生来就是才华万丈呢 踏实点 别老追求这些虚的东西 无论你写什么 歌词 作文 还是小说 真正能打动人心的 是情感的共鸣 而不是华丽的词枣 谢谢黄老师 今天谁指的啊门都不锁 让我们有请宇宙超级无敌美少苏灿灿 为大家带来她的最新创作单曲 更远的远方 好 我的心伤 沉在梦的礼上 这一句有点矫情 天未亮的早上 我们一样彷徨 这句不够我玩意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看看 快 你别 来 你看她 看家电视 还没有阿宴 他一定的 такой 天空 咱俩衣服 吃了吗 temporarily 给你 Watts 我来的 我去 林家泽怎么会来啊 你这么想知道 去问他 那我帮你问他 不想去 都怪你 要是被别人看见了 我挑衅黄河都吸不清 和我在一起委屈你了 谁要和你在一起 那我走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钥匙 孙雅你走吧 我说的是钥匙 门锁了 找不到了 来 我这个月丢了三把钥匙 我怕我妈骂死了 我就把钥匙放在一个 特别安全的地方 所以呢 所以 安全到我不知道放哪儿了 好 快走 我的心上 乘在梦的离伤 闭嘴闭嘴闭嘴 写得不错啊 好听吧 我说你写得不错 不是说你唱得不错 我唱歌从来不走调的 那是因为从来没有在调上过 那你别听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句写得不够好 缺了点什么 具象 什么是具象 你写校园学生时代 就应该用事物来衬托情感 比如说操场 篮球 校服 你一看到就能勾起回忆的东西 托物言情 可是用什么呢 感觉都被写烂了 你闭上眼睛 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这个怎么样 我觉得你第一句可以改成书包袋 书包袋 书包袋上背的就是我们的梦想 嗯 嗯 嗯 怎么啦 你眼睛不舒服啊 我有眼药水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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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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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找到了 找到了 带伞了吗 哪有女孩子出门不带伞啊 哪有男孩子出门不带伞 看着这儿关繋了 estáALLY 一 fan 那花围的防御的 rap 看着就是我 trabal于家也有乱看的 比较转了 这个打扮好 我 allows你 他认为不管是如何 我注意守护 我求 graphic 为什么我却觉得是晴天呢 瞧瞧我的小赞赞 这可爱的黑眼圈哦 老实交代 做要干吗去了 还能干吗 写书的试卷呗 你别吵我了 再让我睡一会儿 歌词本给我 写这么久了 还没看呢 喂 怎么样 写得还不错吧 谁说一般吧 写得蛮不错的 你知道了吧 有些人啊 他没有文学素养 所以 三年的同窗到哪儿都不会忘 今天在你身旁 你这 你这跟谁三年同窗 在谁身旁啊 你别瞎说我乱写的 一想一想懂吗 还给我 你俩不太对劲哦 难道 好 好 上课之前呢 我先宣布三件事 第一 我们班苏灿灿同学 参加了学校组织的 校歌争计大赛 她的歌词被学校组委会选中 即将成为我们学校校歌 大家掌声鼓励 谢谢 第二件事 宁远的百年校庆 马上要开始了 咱们班的合唱曲目 暂定为校歌 由蓝天野和苏灿灿同学领唱 以后每天我给你们一节自习课 用来排练 老师啊 一节课好像不够吧 蒋涛同学 以后每天晚自习结束 你给我单独留着排练 没唱 苏灿灿 你有问题吗 没事啊老师 谢谢老师的期待 我肯定保证吗沉沉舞 我从来就爱唱歌 好好排练 为班级和学校真光 不顾富老师期待 请坐 最后一件事情 这次校庆 我们学校隆重邀请了 一位知名歌手 为咱们宁远的百年诞辰来献唱 老师 谁啊 这个歌手 也是咱们的校友 在这儿 我就先卖个关子 请 好了 把书打开 开始上课 朱三哥 不就是和尚吗 这么害怕干嘛 你不是胆子挺大的吗 谁害怕了 你一害怕就话多 好 与你何干 吃下个令吧 不充电体力 好啊 你今天那个拉杆挺帅的啊 对啊 缓了你都没缓过来 对啊 我可不是因为吃你的东西 喝你的水才夸你的啊 我也不是为了替你夸我 才给你吃的 好啊 存钱换 学校管学习纪律还不够 连零花钱都要管 这是学校百年校庆的纪念品 不要忘了做啊 要要要要 我决定了 以后我没写一首歌词 就往里面偷个硬币 等到罐子满了 把硬币拿出来数一数 就知道我写过 多少首歌词了 听起来就很不错 你直接数歌词不就行了吗 想更简单 我跟单细胞生物 没有共同语言 你拿来做什么呀 当然是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什么事啊 保密 下面有请著名词人苏灿灿 上台领奖 今天我拿到这个奖 我个人是非常激动的 苏灿的获奖不实 她出道至今只写过三首歌 不信的话 可以打开她的存钱观察看 另外 把唱歌跑掉 实在不能获得此相殊荣 她说得没错 苏灿同学 来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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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做错 我不能唱错 来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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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妹妹丽 是陪我的话 你就认真回答我一个问题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你有话好好说咱别这样 我唱得怎么样 你知道F4是我偶像吧 你把他们的歌唱成这样 我不仅没骂你 还认真听吗 我对你的爱天地可见 陪我上厕所 我不去了 你自己去吧 有没有 你之前可能的 遭受她了 这样 这有力 właśnie 了 你都知道你 败借vez 还得没哭 dall 比如说 那你怎么 pa 你不能准gl 你远蓝天野谁没听说过呀 再说了 我们是一起领唱的 我唱得不好 你也没面子对吧 话多 把手放着 放我的 感受我声带的震动啊 Doremi Doremi 差不多 Doremi 好点了吗 再唱一百遍 一百遍啊 嗯 不行不行 我累了吗 休息 朱灿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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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你好 我也是宁远的学生 也算是你的老学长 今天回来母校看一看 这一毕业也快十年了 这栋楼是新建的吧 是 当年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呢 我上学那会儿 我们的教室就在求索楼 现在也整个大变要了 同学 你们学校的礼堂在哪里 我带您去吧 好 这边就是我们的礼堂了 那边是我们的广播站 这里是我们的教学楼 学长 您这次来我们学校 林家泽 林家泽 你怎么来学校了 来打球 您是 我是你们的老学长 今天回来母校踩踩功 我是一个 搞音乐的 我知道了 您也是音乐老师吧 老师不敢当 因为这条路 没几个人敢自己说 是老师的 我们去年来了一位 新的音乐老师叫周琳 长得跟您一样帅 可惜现在已经回北京了 我今天来学校 是来练歌的 正好缺人指导 我知道您 现在就可以啊 现在啊 我们老师说的声音 挺有可塑性的 喜耳恭听 书包带上 长大后的梦想 还没睡醒的操场 只想留住这模样 怎么样 只是唱得挺不错的 只是不再吊上 不过歌词还不错 歌词是我写的 真的啊 看来我们母校 真的是卧虎藏龙啊 我是瞎写的 我从小就喜欢敲歌词 后来自己瞎琢磨 自成一派 我同学很谦虚吧 今天真的多谢两位 学弟学妹带路 看来跟小朋友们多待会儿 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我们十七了 好的 我应该说两位成年的小朋友 记得 未来的路上 我希望你们 不要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 嗯 谢谢学长 学长再见 学长再见 哎 说不定 我们真的有机会再见哦 你有沒有觉得 他有点眼熟啊 品惯 不会吧 好 蓝天眼 你嘟嘟那番啊 脖子有点痒 不知道怎么回事 哇 你看 真好看 送给你了啊